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 孝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正所谓孝为德之本 百善孝为先马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一般都是用来说 一个人最大的不孝顺 就是没能够传宗接代 没有能够为家族续上香火 这个意思 这句话还经常让一些 暂时不打算要孩子的夫妻 感到蛮有压力的 但其实大家知道吗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句话一开始并不是说 没后代是不孝这个意思 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出处 这句话出自孟子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顺不告而取 为无后也 很明显这里的后不是后人的意思 不是顺不告而取 因为无后人 这样是说不通的 这个原意应该是说 不孝的表现有很多种 以不敬后辈的本分为罪 还举例了说 比如顺娶妻子的时候 就没有告诉父母 就是没有敬到后辈的责任 这是因为古人认为 为人子女在人生一些重要的事情上 要和父母多商量 要多听取父母的意见 因此说顺结婚这样的大事 都没有禁告父母 就是没有敬到子女的本分 也是属于一种不孝 值得注意的是 古文当中的这个三字 并不是确切地指三件事 它应该是表示一个虚述 形容一些事 无呢就是说 没敬到作为后代的责任 其实呢 关于这个吴后为大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吴后通甲于 吴后 后的意思就是尊者 是说目无尊长 因为周朝时期的后和后 两个字可以通甲 周朝理智里 后子在诸子里面呢 是帝位独尊 一般是敌长子 而且古代的后字是私字繁写 基本的语义是主是君 也指代尊者 他和君子都相行着 发号施令 尔雅也有这样的说法说 后者君也 所以呢 孟子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如果按这样的理解 就可以理解为 不孝顺的行为有很多 其中最不孝顺的 就是目无尊长了 从刚才聊的这些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句话最初的意思 并不是说 没有后代就是一个人 最大的不孝顺 那么为什么后来人们都把 无后为大理解为 最不孝顺的一种行为呢 这是因为汉代学者 赵琪在十三经著书当中说 于理有不孝者三 恶意屈从 现卿不义 一不孝也 家贫清老 不为禄事 二不孝也 不娶无子 决先祖四 三不孝也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明确地列举了 三种不孝的行为 并且还说 三者之中是 无后为大 所以呢 有学者就提出来过 认为赵琪把孟子的意思给曲解了 很明显 赵琪把无后理解为 没有后代 并表示 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顺 所以一直到后来 大家看这个 无后为大的时候呢 也基本上都是采用 他的这个意思 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说 他这种误解 在中国古代呢 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在很重视 家族传承和孝道的 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呢 理解为 没有后代就是一种不孝顺 也是有他一定的合理性的 那么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另外两个不孝 又是指什么呢 赵琪说了 一个是 恶意屈从 现卿不义 这是说一味的顺从 也就是现在很多人 都会说的 余孝 看到父母有过错呢 也不说一声 也不劝一劝 让他们继续不对 这是第一种不孝 比如有的年轻人 看到父母沉迷一些 虚假宣传 沉迷有一些 诈骗性质的理财等等 他不指出来 这其实是不对父母好 还有比如有的人呢 看到父母和媳妇 因为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发生矛盾了 那媳妇身上呢 可能也会有问题 父母身上呢 很可能也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人呢 他怕伤害双方 就采取鸵鸟政策 什么都不说 让家庭矛盾越来越严重 这也是一种不孝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父母有错误 有失误的地方呢 也应该合理地指出来 只是注意态度就好了 还有一种不孝的情况 赵琪也说了 就是家贫清老 不为路事 什么意思呢 是说如果家境贫穷 父母又已经年纪大了 那作为子女 就应该挑起家庭的重担 去找工作 去拿俸禄 也就相当于去拿工资 来赡养父母 如果不能这样做 而是每天闲着啃老 那就是一种不孝 有的老人呢 辛苦一辈子了 老了呢 也不希望想多大的福 但肯定还是希望 能够老有所养 特别是在古代 又没有什么养老金 社保金 因此呢 都希望能够有个居住的地方 能吃得饱 穿得暖 可是如果孩子不努力的话 往往这些就不可能做到 一家人都要受穷挨饿 时间来到今天呢 也还是一样的 有些子女呢 不愿意出去做事 不愿意出去打拼 待在家里啃老 那父母真的就是穷困潦倒了 不仅要为一家人的持穿发愁 还要为子女将来的生活发愁 那的确也就是一种不孝 还有如果更进一步来说啊 如果子女能在好的岗位工作 能有能力多赚点钱 其实呢 不仅是生活得更好 还能让父母扬眉吐气 因为咱们中国传统素有 小孝 中孝 和大孝之说 小孝呢 是养父母之身体 中孝呢 是养父母之心 让他们更愉快一些 大孝是什么呢 大孝就是养父母之志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积极上进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就能让父母为你的成绩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甚至可以为国家和民族 做出一定的贡献 现在很多老人家 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和同伴自豪地说 我儿子或者我女儿 在哪里哪里工作 很厉害之类的 其实呢 在古时候更是这样 寒门子弟一般只有通过 好好读书 才能走上仕途出人头地 而且孩子混得好 那是光宗耀祖呀 如果胸无大志 就不能够走到好的岗位 也就不可能在生活上 在精神上 给予父母好一些的 照料和宽慰了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聊了三种不孝的情况 让大家更了解这句话 不过呢 其中我们也说了 赵琪和孟子 对于无后为大的理解呢 其实是有分歧的 不过我想 不管是哪一种观点 其实呢 大家都是在弘扬 孝道文化 孝道精神 这在现代社会 也是很有必要的 节目最后 也请大家帮忙 点赞和转发分享 给更多朋友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